請到我們的好朋友 台中教育大學的許良榮教授 那許老師過去也支持過我們這個加入科學廣場的活動 所以我想先問問看上一次許老師來的時候 你上過許老師課的舉手 哇 好 那我要恭喜今天的新朋友 對 我們是不是可以問一下那個上次有上過課的 為什麼這次又想再來 一定有一些新的 不好意思 講你告訴我 像是剛那個水倒過來 然後 雙面張力 雙面張力 喔 好 那個很好玩 很好玩對不對 印象很深 這邊其實我們許教的時候在科普這個理育 非常多年 然後我們剛才交換 就是我們彼此都常常跑那個偏鄉 所以他說他最近很累 因為跑偏鄉真的很辛苦 那你又不放心讓學生開車要自己開車對不對 所以投注時間在偏鄉孩童的這種科學教育的老師 我自己是非常欣賠 所以許老師就是這樣一位老師 那他現在是在台中教育大學服務 我剛剛說過了 然後他除了他自己的教學研究的工作之外 他下鄉然後去照顧偏鄉小孩的這個科學教育 另外呢他還寫書 那現在已經出到第三本了 那這個我要做 因為許老師自己不好意思打廣告 所以我一定要慢慢拿廣告 我剛剛問他說 欸你要不要宣傳一下你的心書 他說啊不用啦不用啦 那個投影片我會秀一下 可是我自己覺得你摸到書的感覺 跟看到一張投影片不一樣嘛對不對 所以許老師這個系列的書已經出到第三冊了 所以歡迎大家可以來參考 這裡面的很多很多科學的遊戲 你在家裡都可以自己做 那雖然你可以自己做 我們還是歡迎你來參加家日科學廣場 現場跟所有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做好不好 好那今天的這個節目非常精采 而且我們會分兩個場次 但是待會兒會很激烈的 我們要到外面去做 好為什麼會很激烈 他需要什麼介紹 所以中間會有一段 我們會 切換我們的場地到外面 那請大家再遵循我們工作人員的指示 因為一次有八九十個人要移動 所以需要一些這個秩序 好那大家準備好了沒 好了好了來來來 那我們就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我們許良榮教授 好謝謝 好 好大家好 謝謝朱...這樣有嗎 麥克風 麥克風 開了 好 OK 好 好 謝謝朱教授的介紹 那... 喔店面沒開 好好 試一下 試驗 喔 太教授 需要關小尖一點嗎 好那我小尖一點好了 那這樣有聽到嗎 哈哈 OK 那個... 很高興... 好謝謝 等一下我突然間會修一下了 因為出來總得要打一下廣告嘛 今天很高興有這麼多的大朋友小朋友來參與今天這個活動 那我今天要分享一些我把它稱為科學魔術 魔術就是這樣嘛 就跟我們直覺上感覺不一樣 怎麼會這樣 看到的時候會覺得怎麼會這樣 那我就把它稱為科學魔術 那當然裡面包含一些科學原理啦 這些意涵之類的 那我們今天大概會十做大概四個 大概四個 十劑會操作的 還有做一些小成品可以帶回家的 還有一些圖卡也可以帶回家 好那我今天 那另外我除了十做會介紹一些 還蠻有趣的啦 一些科學的一些操作 給大家來認識 好 那我們開始今天回來介紹 好 這邊可以 那兩邊有螢幕我可以請大家看一下 噢 我的老花也看不到了 我的在哪裡 對我來講 姿勢很小 就前面 OK 好 那首先我來介紹一下我的網頁 各位家長小朋友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科學遊戲實驗室 這個網址不用寄啦 你只要搭 藉前面四個是科學遊戲去搜尋 去搜尋 那大概雅虎的搜尋大概是第一個或第二個吧 那個就是我科學遊戲實驗室 那裡面目前大概已經累積大概有兩百項左右了吧 兩百多項的科學遊戲啦 科學實驗等等 那我每個月都還會有更新 每個月還有更新 可以歡迎大家去看一下 那我剛剛我們竹教學幫我宣傳的 這是我那三本書 那這次就是今年 然後大陸也出版了 我們也授權大陸去出版監禮室版本 那是今年四月剛剛出版的 好 廣告打完了 那現在我們要開始我們今天的操作吧 首先第一個 兩側看不到就看螢幕嘛 這邊看得到就看這邊就可以了 我們今天的第一個科學魔術是什麼呢 叫做紙碑魔術 大家看一下這裡有紙碑對不對 紙碑裡面有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對不對 好 來 讓我們看一下 這三個紙碑 要幹什麼呢 這三個空紙碑 等一下 我會把水倒進去紙碑裡面去 倒進其中一個紙碑 造完之後 我會怎麼樣呢 跟我們街頭能看到的 我用來 我用去的 然後之後 大家要猜 我剛剛倒水那個紙碑 是在第幾個紙碑 這樣瞭解嗎 好 我要倒囉 好 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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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個紙碑 當然是 倒進好了 關於喔 再倒吧 要不要多一點 ok 現在水到哪一杯 都看到了 這一杯對不對 這我們稱第一杯好了 都看到了嗎 這一杯 看好了 我要移動了 你怎麼猜不到 看好了 來 給他 在哪裏 中間 中間 好了嗎 最後面 所以在哪裏 第三個 這個 在哪裏 也沒有 跑去哪裡 好聰明喔 剛剛誰猜到了 大聲一點 沒有 小朋友的聲音 好聰明 來 所以跑去哪裡 所以一定在裡面嘛 不然在哪裡 沒有嘛 對不對 一定在裡面嘛 問題在哪裡 為什麼水會出來 問題在哪裡 來 檔案揭曉 水 有啦 在這裏 指示變什麼 變什麼 好像冰塊對不對 水被它吸掉了 水被它吸掉了 可是剛剛看不出裡面這種東西啊 不是嗎 我剛剛不是還在裡面 喇喇咧 還沒有東西 其實這個我裡面放的是一種 它非常會吸收水分的物質 這個叫做聚比基酸 這個叫做聚比基酸 我再做一次 我再把那個粉拿出來 這個會不會發給大家 會啦 會發給大家 好 剛剛就放這個粉 我這裡準備了大概 每個人都可以得到一包 而且今天我來才知道說 原來參加這個活動要交一百塊 好 我們再看一次喔 多少 粉末多少 粉末多少 一連連對不對 幾公克 我沒有量耶 怎麼就看量了 要大了這樣子 我們再把水 那瓶水 再倒水水看看 發生什麼事 這個是透明的 大家都會看得到 好 攝影機 好 不用動 好 不用動 好 倒水了 好 那我高一點 嗯 有沒有吸水 有沒有吸掉 有沒有吸了 有沒有 對不對 下面再倒一點 會不會太多了 會不會太多 剛的浮沫多少 一點點 一點點而已 一點點而已對不對 哇 好像不行了 稍微等一下 所以剛剛我在表演的時候 要稍微怎麼樣 廢話一點 稍微廢話一點 廢話一點 再來 會不會掉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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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再打 會不會再打 再打 你一定要看我失敗就對了 看它掉出來 夠多了吧 哇 上面還是水 怎麼辦 上面都還是水 會不會丟出來 欸 欸 像結塊的樣子 是不是像結塊的樣子 來稍微戒一下 這個已經吸那麼多水了 我不曉得 是不是還是一樣可以 那他要裝滿吧 裝滿 不要是把裝滿 哈哈哈哈哈哈 好 其實這個東西 我們日常生活看得到嗎 他是果道嗎 欸 好來 不好意思 那個 所謂的聚品音酸啊 嘿 日常生活看得到嗎 會不會很難取得到 小朋友 你們都用過啦 廟室廟 欸 對啦 什麼東西 廟部 廟部 對 廟部 這個東西 廟部 所以說我們回家去想要拿這個東西 是不是要拿廟部把它割開 把你拿出來 我最不拿 哈哈 這個 你們隨便找一家化學藥品啊 隨便找一家化學藥品 都有在賣啦 那這東西我等一下會接到一下 他的吸水大概幾倍 八百倍 八百倍 那我們日常生活就像那個廟部啦 還有女性生理用品 你需要吸水量大的都用這個東西 他吸水量非常的多 好 氣水完了就這樣子嗎 其實還可以玩一個啦 像這個 這個沒有毒可以摸嗎 沒有 可以摸 等一下我們發一包大家體驗一下 你就可以摸看看 有時候把它叫雪花呢 像雪花一樣 人造雪花可以用這個做啊 你聖誕節到了 家裡想要 台灣不下雪 你家裡要下雪哥也 哈哈 可以去把那個放在聖誕樹上面啊 好 那我們這個 那吸水之後 因為我不想太多 好 這樣就好 吸水之後水還能夠再出來嗎 可以 水都被吸住了嗎 可以 怎麼讓水再出來 可以 加什麼東西 把水搶出來 鹽巴 加熱 加鹽巴 加 你怎麼這麼漂亮 哎呀 我就這邊加鹽巴 加鹽巴 加鹽巴可以了 加鹽巴 我們今天要準備鹽巴 等一下大家自己做的時候 自己玩一玩的時候 就可以加鹽巴 鹽巴 要讓它快一點 我們加多一點 好 來啦 然後呢 水會被吸出來嗎 攪一下吧 讓鹽巴跟它 充分的接觸 攪一攪 攪一攪 所以它的吸水沒那麼快 這裡我要跟大家講一下的就是說 吸水的快嘛 以後小朋友我到了國中高中會學到 反應速率跟反應濃度不一樣 就是說反應快慢 跟反應量多不多 不一樣 剛剛這個吸水的那 聚比氏酸 它的吸水量很大 但它其實吸水量很強嘛 吸水的能力 它吸水的能力比不上鹽巴 等一下鹽巴想一想呢 鹽巴到了裡面去呢 假貨之後呢 它就很像 跟人家搶 我不要用成人的語詞啦 本來我在外面跟成人的語詞 我用小三 那你不要 用搶 就是說 鹽巴到了裡面去呢 鹽巴跟水呢 會兩相關 鹽巴看到水就好高興 水看到鹽巴也很高興 兩個就怎麼樣 我不要跟聚比酸那在一起啦 水呢 說 水就是要出來跟鹽巴在一起 這個稍微等一下 但是他們呢 他們的熱情也沒那麼強 他們是慢慢來 等一下我們再放一下 等一下水就可以這樣倒出來了 水就可以這樣倒出來 好 我們大概稍微放一下 好 那我們先水稍微放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所以等一下我們這樣子 我們來實際體驗啦 我們會發剛剛這個的 每個人都可以有一包 每個人都可以有一包 所以同一個家庭呢 同一個家庭可以節省一點怎麼樣 今天用一包就好了 剩下來帶回家玩 今天有單獨來的 朋友嗎 單獨來的 好 你等一下可以再拿一包回去沒關係 今天在那邊先玩一次 怎麼玩呢 我們會發水杯 紙杯 你把它倒進去 倒進去 倒進去之後呢 我們的水桶 你大朋友有沒有準備水桶 因為等下要用水 好 還有紙杯 然後呢 來 聽這邊 你把發下去的聚名酸辣放進來 對不對 放進來之後呢 你就倒水 先倒一點 你看看看看看看 欸欸 倒一點 好 沒有 沒有 剛小朋友不是想要把他倒滿嗎 好嘛 你自己玩看看 看倒滿啊 他是不是一樣的 也不會掉下來 好了之後呢 你可以摸看看 這沒有苦可以摸 沒關係 但是不要吃 小朋友 看很像冰塊 臉一下喔 不可以吃喔 吃了怎麼樣 我不負責 不要吃 可以摸沒關係 當然回家摸完還是要洗個手啦 還是要洗個手 好 完了之後呢 你就把他倒滿 倒滿 然後就看看你怎麼清洗 怎麼樣 然後我們還會發鹽巴 你可以再把鹽巴 你可能太滿了對不對 你可以先倒掉一點點 倒掉一點點 然後加鹽巴 腳一腳 然後體會一下 水會不會被鹽巴吸出來 我們看一下 水有沒有被吸出來 有沒有吸出來 水不會跑出來 還蠻多的也會跑出來啦 所以這個就是跟我們講 鹽巴吸水能力很強 所以小朋友沒有經過 一個知識就是 在海上漂流 真的那麼倒霉海上漂流 你這樣渴死了要不要喝海水 什麼喝海水 絕對不能喝海水 因為海水什麼很多 對海水的鹽很多 你海水喝進去 你身體裡面的水看到 海水的鹽巴會怎麼樣 會很興奮 就跑去跟它結合 所以你身體的水就會跑出去 反而你會更脫水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海上漂流 渴死了也不能喝 因為你喝了海水會 你渴死了更快 這樣懂我意思嗎 就可以看出來 還有人 你看還有人 鹽巴吸水 它是沒那麼快 但是呢 它吸水量很強 可以就把水吸出來 另外呢 等著它王結束之後呢 請大家注意 這個呢 可以用來種花的 就先把它拿來當泥土種 當泥土 它沒有養分 沒有養分 不要有這什麼養分 但是它就可以吸水 保持水分 是可以這樣子的 所以以後要是自己在下來玩玩 把水弄掉 然後就把它倒在花盆的上面 沒有關係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發下去 我們來體驗一下 來去玩一玩這個聚體溪酸 好 好 水有沒有 什麼 好 這邊是水貝 這邊是水貝 所以整包倒進去 你要好節省的 你們就會抱著去就好啦 好啦 慢慢來 這不是鹽包 對 是鹽包 這不是鹽包 鹽包比較大包 鹽包比較大 鹽包 就是 最近經燥 ehrlich 你有嗎 蛇 荻 荻黃 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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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